刚落幕的中美二加二会谈 在两国外交官唇枪蛇阵下火爆落幕 许多专家都分析 中美两国的关系会持续恶化 而这样紧张态势早已显现在教育及文化交流上 因为从2018年开始 美国陆续关闭超过45所境内中国所设立的孔子学院 最近一次是波士顿知名的塔夫茨大学 宣布关闭该校的孔子学院 而除了美国 许多欧洲国家也纷纷对执行中孔子学院寄出反制措施 并且批评孔子学院宛如裹着文化糖衣的红色渗透 对外输出中国政治思想 像是最近挪威将关闭当地唯一一所孔子学院 成为继瑞典之后 北欧第二个境内不再有孔子学院的国家 在全球掀起反中浪潮之际 美国在台协会IT登高一呼 提倡自由民主的台湾应该趁势补足华语教学的缺口 并且利用这个机会让世界知道台湾的文化与民主价值 但台湾的利基点在哪里呢 我们准备好了吗 一起来看 来自美国的阿里克康依瑞换好衣服后 在书桌前翻开华语课本 简单复习前一天所学的内容 开始了他在台北的一天 嗨 你好 你好 你要吃饭吗 要 OK 我肚子很饿 我你的肚子很饿 去哪一天 我有一间国家附近的餐厅 很有意思很有趣 和朋友步行到早餐店 仔细端详菜单 阿里克点餐不讲他人之寿全靠自己 我要点一个培根蛋饼 一个培根蛋饼 跟一个冰红茶 冰红茶 那边有麻 我刚刚说甜的 我以为你说甜的 这是甜的吗 这是酱油 酱油 很好吃 抄着一口流利中文 阿里克是正在台湾学习华语的 两万多名外国人之一 我们跟随他的脚步 走进他每天报到的教室里 头和肩膀洗脚趾 头和肩膀洗脚趾 洗脚趾 洗脚趾 头和肩膀洗脚趾 天天有地转 一群老外在台湾老师的带领下 透过唱儿歌 反复练习咬字发音 活泼的教学方式 深受外国人青睐 根据统计 过去十年来台学华语的人数 直线上升 从一百年度的一点四万人 翻倍成长到一百零八年 三点二万人 去年才因疫情 人数稍微下降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 商业 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语言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语言 我认为你也会帮助你解释 其他人的文化 我认为台湾比较自由 我喜欢用Facebook和Instagram 所以会比较容易 我认为文化比中国的文化比较近 和阿里克一样 外国人学中文 通常都会在两岸之间做抉择 而在台湾的老外 共通点都是倾向台湾的自由民主体制 事实上华语文教学早已成为两岸在国际上进逐的项目之一 中国有中国的优势 但是台湾有台湾的特色 那我们的这个民主化的社会 比这个跟这个西方人的这个观念比较一致 那我们的这个教学也比较活泼 社会风气比较开放 中国砸大前推广怀语教学 更在全球插旗成立孔子学院 中国从2004年开始陆续在超过150个国家成立孔子学院 但因为在教学上有审查的疑虑 被视为裹着文化唐一的红色渗透 目前根据统计 美国至少45所学校终止了跟孔子学院的合作计划 孔子学院曾在各国风光揭幕 也受到习近平大力推崇 他曾多次参加开幕仪式 根据统计 目前全球共有550间孔子学院 累积超过千万名学生就读 不过强调体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孔子学院 却总被质疑是政治力量的延伸 北欧瑞典挪威这两年相继宣布 关闭境内的孔子学院 美国马州塔福兹大学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二零二一年三月宣布 将中指与孔子学院的合作 监视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 又是甚至清泉大学的智慧裁券权 所以最后大多数美国大学认为 跟孔子学院合作不值得 因为学习自由太重要了 纪录片《甲孔子之名》 揭发了中国的孔子学院 甲介教授中文和传统文化的名义 向各国输送中国政治思想 美国在台协会AIT呼吁 拥有民主体制的台湾 应该挺身而出 填补淮语教学缺口 美国跟台湾有共同的价值观 我们的民主制度都保障言论自由 媒体自由 网络自由 还有学习自由 所以跟台湾老师 或者在台湾学习中文 美国的学生能享受这种的环境 不会被删除或者胁迫 翻开怀语课本 里面介绍着台湾垃圾车 和烧金纸的文化充满浓浓的台湾味 民主的这个氛围 其实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体现的 它不是用教科书的 教学术的方式再去讲述 因为那个的话就比较专门的 所以民主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个生活 生活的方式 彼此对待的方式 对吧 老师不会用这种传统的 很严格的方式 强迫学生什么 回到教学现场 到印度的台湾教育中心走一趟 我们关于 谢谢 小姐 你要吃什么 我们要一个小朋友 我喜欢喝台湾茶 台湾茶贵不贵 台湾茶很贵 前进式的体验教学 开启学生对中文的兴趣 像这样的台湾 淮语教学中心 在印度各大学 设有多个据点 印度的学生 他们会想要学中文 那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商业 因为中国正在崛起 那在经济的部分 所以很多 像我教了很多学生 他们 我曾经问过他们的东基 那他们有时候 就会自然而然就想要学中文 毕竟这个是跟他们未来的工作 是相关的 为了推广台湾的正体字 早到2011年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 文化部就曾在各国成立 约六十间的台湾书院 但却早已有名无实 没在运作 另外台湾也曾砸了十六亿元 推动输出华语教育的八年计划 却因力道薄弱成效并不明显 且不能否认的是 世界各国的中文课 仍以简体字及中国用法为主流 台湾契机何在 如果要外国人学华语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 是把他们带进来 不是我们出去 我们有多少的华语老师可以出去 对不对 你就算中国大陆 他也不可能派那么多的华语老师出去 学者认为此时此刻台湾得全面检视资源 好好把握全球各地孔子学院的退场时机 战略性结合科技 跨部门将华语教学包覆在台湾软实力中推向国际 才能强化台湾在全球华语市场的定位 真正让世界看见台湾 真正让世界看见台湾 黑手厨师也跻身这个天才俱乐部 真正的高手不受限于学历 却拥有更自由且自主的学习与探索历程 反而是许多学业高成就的孩子 痛苦程度也比较高 这得失与抉择之间 值得大家好好思考 今天非常感谢您 跟着我们一起新闻深呼吸 我是陈雅玲 我们再会